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介紹的就是豬潤 雞蛋粥 這裡有豬潤100克 薑酒 胡椒粉 鹽 材料就是這樣 我們先把豬潤 醃好之後 就可以用來攪拌 這裡有一個粥底 我們先把白粥底 煮好之後 就備用 我們的豬肝 就預先兩個小時 把它醃好 薑絲、酒、鹽味 拌勻之後 捉好之後 我們就放下去 大約翻滾 就馬上可以收火 利用這個餘溫 就把它燙熟 千萬不要大滾 如果大滾的話 那些豬肝很粗 這個叫做三滾粥 可以 就放上我們的鹽味 放上我們的胡椒粉 雞蛋 放一隻雞蛋 然後把火灌掉 把火灌掉 我們放了蛋之後 就可以把火灌掉 讓雞蛋在裡面 慢慢浸熟 現在的蛋 就不要再攪拌 不是攪拌得多 它就沒有蛋花的感覺 現在我們這個豬肝 就嫩滑的 三滾豬肝粥 大家如果喜歡 在家裏做些品嘗 我們粥好豬油 放上我們的蔥花 將粥 放上碗面 那我們的三滾 鍋蛋粥 就做好了 大家喜歡我的視頻 敬請訂閱 分享 點讚 打開小鈴鐺 多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見 拜拜